上回说,说到康熙皇帝要替石金龙,白玉龙报仇,可是皇上有条件呢,你们两个人要让我替你们报仇,可有一节,得跪地去磕头,叫我三生老干爹。 石金龙,白玉龙说,那得问问我妈,去吧,这么着小哥俩出来,石金龙淘气,就把门锁上了,皇上一看,门上了锁,我也甭出去了。 石金龙,白玉龙,小哥俩往后头走,石金龙眼圈都红了,石金龙心说,随便就认干爹谁受得了啊,这俩小孩跟别的孩子不一样,他是牧生,没出生以前,爹就死了,自打出生会说话,他没有爸爸,他也叫不出来。 白玉龙就跟石金龙说,弟弟,妈是亲妈,问问去,妈让认,咱们就认,妈也不让认,咱们就不认。 嗯,那咱们听妈的话。 小哥俩往后走,这石金龙在前边,石金龙可就嚷上了,妈呀,穿鞋下地。 哎,万事老夫人听见了,干什么呀,让我穿鞋下地,咱们,咱们刷那老头子去。 刷奶老头子。 老太太有打乌中出来,金龙玉龙,你们说什么呢? 白玉龙就把自己上街玩,把这算卦的老先生请到家中的事情,跟母亲说了一遍。 万事老太太一听,把脸望下一沉。 玉龙啊,这么大的事,你怎么不跟妈我说一声,什么人你就带到咱们的家中。 嗯,那玩意儿不是来不及了吗? 来不及,就能随便胡说吗? 你把咱们家的冤仇大汉,全都说给那老先生听了。 啊,我说了。 啊,老太太用手一指,冤家嘎的呀。 啊,你们知道这老先生是干什么的? 倘若他把话说出去,让咱们的仇人索三知道了。 索三要知道你们哥俩现在长大了,一身的好功夫,他能饶得了咱们妮儿仨吗? 咱们妮儿仨还想活吗? 冤家嘎的,冤家嘎的,让我说什么好啊。 妈,您别生气,那老先生我看的也不像坏人,他说他跟康熙有交情,嗯,说能给咱们家报仇。 真能给咱们家报仇吗? 啊,他说他还有不少那个亲戚都在朝中当官。 一点儿不假,是,他是那么说的,嗯,能给咱们家报仇。 石金龙在旁边说话了,妈呀,那报仇可不白报。 嗯,那他,他,他说,嗯,他能让我磕头。 怎么不白报,要多少钱,咱们给多少钱还不行吗? 嗯,他说嘞,得沾点亲戚,嗯,才给咱,咱家报仇呢。 哦,还得沾亲戴故。 那你们怎么跟老先生说的? 嗯,那我说呢,嗯,我出去请山一马,刘官张,嗯,跟他磕头,嗯,他睡儿大,叫他哥哥拜个老跟哥们儿行了吧? 嗯,那老先生他,他不干。 哦,老先生多大岁数了,老先生快掉时了。 嘿呀,老太太用手一指,石金龙,石金龙, 你这孩子是真淘气呀。 你才十二岁,老先生都快六十了,能跟你磕头拜老干哥们儿吗? 你这孩子真不听话。 那老先生怎么说呀? 还听老先生怎么说呢? 那我一想,那他先睡着想,妈您睡着大,你把他拉侯远,跪地磕头,你找那山生老干妈还不行吗? 你这孩子,我抽你一嘴巴,怎么能跟老先生这么说话呀?啊? 一龙,到底是怎么回事? 妈,您别跟我兄弟生气,他淘气。 后来老先生说了,要给咱们家报仇,得让我们哥儿俩跪地磕头,叫他三生,那个玩意儿。 什么叫那个玩意儿? 他叫那个玩意儿? 那妈,您真糊涂,那人家都有那个玩意儿,哥儿俩不是没有那个玩意儿吗? 哦,老太太明白了,这老先生要收他们俩位义子肛儿,跪地磕头,得叫爹。 这俩孩子打一落声,没叫过爹,他叫不出来。 哦,这那个玩意儿,感情就是爹。 孩儿啊,你们家跪这些磕头,当他的义子肝儿,他就能给咱们家报仇吗? 老先生说了,他准能报,就得磕头叫那个玩意儿。 老先生姓什么叫什么,老先生打了四句字迷,这头三句没听清楚,最后一句说什么,斗骨粘米九生间。 石金龙说对了,我拆出来了,我拆那个斗骨粘米九生间,那米多康少,那个老米先生,米多,他住的那个米是湖头,米是大街。 万事老太太一听,斗骨粘米九生间,不由得心中一动,他要真能给咱们家报仇? 哦,嗯,我看这干爹也认得。 用不着,跟妈说一声,你们自个儿能做主,只要能报仇就行。 这么说,哎,妈您愿意了? 我愿意,只要能报仇,怎么着都行。 那您不早说,您要早说,那么哥俩,早上起来,就上门口站着去,拿个神,过了一双挂的,就给弄家了,过一双挂的,就给弄家了,您用不着半天,咱们家医院子全都拿个玩意儿。 把老太太气得直哆嗦,金龙啊,我非打你一针不可,我是得管你了,你是越来越不像话,我不就看着你没有亲爹亲妈吗? 嗯,嗯,妈您别生气了,那您说怎么办,我们听您的。 好吧,这么着,你们哥俩还上前边去,跟老先生聊聊天,聊天可不能白聊。 聊天呢,就问问他的根底儿如何,如果他们家的根底儿,要胜过咱们家的根底儿,嗯,要能给咱们家报仇,他说的就不是瞎话,这干爹就认得。 那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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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哥俩,你们也不明白呀,妈,您说怎么办? 这么着吧,一龙啊,你搬个小五道,哥在书房的窗根底下,你们哥俩进去,妈我坐窗根底下听着。 如果我听着你们哥俩盘问,老先生跟底儿挺硬,能给咱们家报仇,我呀,就在外边咳嗽一声,你们哥俩跪地也磕头,就认干爹。 实际中的小孩是逃气逃惯了,那妈,您,您要一会儿放着老病腔的,你老咳嗽怎么办? 我揍你,你这孩子,啊,跟你妈也这么说话,去,帮我当去。 哎,一龙啊,我跟着你们哥俩去,去问问吧,啊,打听打听,他到底什么家庭? 他们家祖上是干什么的,他都趁多少烙,哎,这么着,石金龙搬了小五道,搁在这窗根底下,把锁头打开了,小哥俩进来,老太太没让康熙皇上看见,就坐在这窗根底下了。 康熙皇上,一看这俩孩子回来,老太太没来,嗯,看起来,我这顿打是挨不上了。 皇上看着石金龙白玉龙,金龙玉龙啊,你们问了你母亲,你母亲是乐意了,还是愿意了? 是啊,乐意了,愿意了,反正都是你说的,你倒愿意乐意了,跪地磕头,叫你那个玩意儿。 我妈说了,嗯,那得打听打听,让我们小哥俩跟你聊聊天,不白聊,那个那个,就是盘盘你的根到底硬不硬。 老还得心说冤家嘎嘎,跟人说实话,你这么跟人家一说,人家还不吹吗? 人家一吹,那根底儿,就得胜过咱们家的根底儿啊。 康熙皇上手里胡须,微微一笑,孩儿啊,问老爷子我的根底儿吗? 谈木的,一谈呗呗的,行了,行了,你别吹了,那你要梦我们什么了,我妈可在窗根底下坐着呢。 我妈一听,我妈明白,你梦不行了,梦不了我妈。 老还得心说冤家嘎嘎嘎,你干个人家,我在窗根底下坐着呢? 哎,实话全跟人说出来,我还听什么劲儿啊? 得了,坐着听着吧。 皇上可不信,皇上一想,白野龙的母亲, 是当初白将军白思域的妇人,她能坐在窗根底下听着吗? 不会。 所以皇上就没往心里去,皇上心说这俩孩子岁数小,好懵。 皇上说,好吧,既然盘盘老爷子我的根底儿,孩儿啊,你就问吧。 老先生,我问你,你老家是哪儿的? 老家远了,远? 那中国管得着管不着? 中国管不着,那不是成外国了吗? 你老家到底在哪儿? 老家在圣经。 圣经? 圣经这么远? 老玩意儿,那个那个,不认了,不认了。 道远就不认了,那是呢,那一认干爹就得有干妈。 哎,我问你,老先生,你有老婆子没有啊? 什么? 老婆子? 皇上不懂得什么叫老婆子? 叫媳妇。 哦,媳妇啊,有几个。 什么? 媳妇,你有几个? 嗯,你这老双挂的不是好人,那媳妇就行有一个。 好,就有一个。 那,那不认了。 那那又,有干爹,有干妈。 好,圣经那么老远,一千多里地,那一百年,我们小哥儿俩得去。 一走俩月,到那儿,老干妈说了,儿子呀,在这儿住俩月吧,在这儿住俩月。 往回一走,那么老远又走俩月,去俩月,住俩月,回来又俩月。 你们老两口子在一般社会儿,去俩月,住俩月,回来又俩月。 这一年,进谷着你们老两口子了,还过着着不过了,还习惯恋我,不习惯恋我了,不认了,不认了。 皇上这乐呀,先道远,咱们搬搬家,行不行啊? 对,往远了搬,你搬到那个黑龙江国外出去。 咱们往道进了搬,那是你能说,那搬家抗筹,不是认也得认。 咱们搬北京来,行不行啊? 就算你搬北京,搬哪来? 金狮子糊涂。 金狮子糊涂。 那个,我们俩老出去玩去,那我妈老跟我们讲,北京的事儿,没听说有个金狮子糊涂,就知道有个铁狮子糊涂。 哎,我就住在金狮子糊涂。 好,就算你住在金狮子糊涂。 我问你,老先生,你们家称多少地呀? 问老爷子,我称多少地吗? 告诉你,老爷子我称一亩三分地。 皇上说的一亩三分地呀,说的是仙龙潭那一亩三分地。 每年一到三月三,皇上福利,娘娘送饭,真种地嘛,那是给天下老百姓看的。 三百六十行,庄家老是头一行啊,我这皇上都种地,说明我重视农业,他家伙得吃粮食吧? 所以说皇上种的一亩三分地,到时候收上粮食,得给宛平县交租子。 皇上说的是这一亩三分地。 石金龙不懂得,又还吹呢,那一亩三分地,一亩三分地,我称北,还二亩六呢。 这小孩好坏了,皇上把脸望山一沉,你二亩六又当怎么样啊? 石金龙说一亩三,你当我干爹,我二亩六呢? 他嘴里可没说出来,二亩六,二亩六比你多点呗。 石金龙啊,你这孩子可太淘气了,那你一亩三分地就当我们那个玩意儿。 好啊,告诉你,你一亩三分地儿是老爷子我看清使的,那你到底趁多少地,那就种粮食那地。 告诉你,南七北六十三省,凡是房顶儿能冒烟的,嘿嘿,多少得给我拿点棺梁租啊。 行了,行了,行了,你别吹了,那我们家房顶儿也冒烟,我们怎么不给你拿棺梁租啊? 哼,方开账本,恐怕你们也得欠点。 谁欠你的,我们就不拿棺梁租,就不拿棺梁租。 好,从今往后,你们就不拿棺梁租。 您别瞧,就这一句话,石金龙白玉龙算受了黄蜂了,这一辈子甭交棺梁租。 石金龙这小孩,他刨个问底儿。 老先生,那你那么多地,打成那么多粮食,你趁多少车,拉粮食啊? 南梁北调,不用车,用的是船。 你趁多少船? 趁多少船吗? 黄长心说,反正是这俩孩子,说什么,他们也不懂得是怎么回事。 孩儿啊,要问老爷子我趁多少船,告诉你,我趁八百八十八帮半大粮船,还趁九千九百九十九只小河坡。 这些粮食打下来,船就把粮食运来了。 哦,你吸皇上吧。 皇上一愣,孩儿啊,你可不准胡说。 那我听我妈说的,我妈说康熙老皇爷,八百八十八帮半大粮船,九千九百九十九只小河坡,那你不是皇上,你是什么呀? 告诉你,孩儿啊,我不跟你说过,我跟康熙皇上有交情了。 打些粮食嘞,我没有船。 我见康熙皇上,我说我给你算卦,不白算,你借我船试试,帮帮忙,我运运粮食吧。 这么着,皇上就借我船,我就把粮食运来了。 哦,是这么回事儿啊。 嗯,那个,万世老夫人在外边一听,心中可就动了。 这老爷子是谁呢? 白玉龙就问,老先生,您到底姓什么? 您在齐啊,还是在民呢? 我是满足齐人。 那满足齐人,有老姓氏。 您老姓氏姓什么呀? 问我吧,老先生,我姓爱心绝罗氏。 爱心什么罗? 这多麻烦呢,您叫什么呀? 我叫王字出头。 小孩儿不懂。 万世老夫人听到这儿,万世老夫人站起来了。 老夫人心说,难道说,这位老爷子是皇上吗? 常听人说,康熙皇上到民间私访啊,皇上还骑一头驴。 难道说,这真是康熙皇上来到我们家吗? 老太太想到这儿吧,拿手站点儿透明,把冲火纸撵了一窟窿,秒一目望离开。 那老太太见过世面儿啊,一看这老爷子气度不凡。 看起来,这老爷子真没准儿,是当今天子啊。 要真是皇上来到我们家,就能给我们家报仇血恨了。 老太太想到这儿,这干爹认的。 老太太咳嗽一声,然后就走了,上侯院了。 老太太咳嗽一声,十斤龙白鱼龙可听见了。 赶紧跪倒在地,妈咳嗽就让认了。 小哥俩王帝一跪,不孝儿白鱼龙,十斤龙,我们给老干爹磕头了。 哎呦,可把康熙划了坏了。 皇上一看,这么俩孩子张口叫爹,用手一掺。 好啊,起来吧。 认了好,认了好,打着灯哦,找不着啊。 他把杨湘武那句话想起来了。 小哥俩站起身形,这回叫了干爹的,跟刚才可不一样了。 白鱼龙跟十斤龙说, 弟弟,认了干爹了,好好伺候着,给干爹沏点茶去。 哎呀,十斤龙就到旁边那茶匙那儿,拿了一把茶壶, 给皇上老爷子倒了一碗水,装过来了。 干爹,您喝茶吧。 皇上端起这茶来,皇上生气。 皇上心说,干儿子给干爹就喝剩茶呀。 哎,这茶什么时候漆的? 咱们一块进的门,没看见你们漆茶呀。 可皇上也真渴了,从早起初宫到现在,水米没打牙呢,皇上端起来,喝了一口,嗯,皇上愣了,这茶温凉不斩的正合适。 玉龙,你这茶是什么时候漆的? 您让我想一想,哥呀,咱们这茶是不是昨天赏我头漆的? 皇上用手一指,孩子,你说瞎话,没说瞎话,是昨天漆的。 昨天漆的,为什么这茶还不凉呢? 哼,石金龙把嘴一撇,我说干爹也,您别吹了,什么跟康熙有交情,跟康熙认得,还跟康熙算个卦。 我告诉您,您种吧您,这是宝呗,您瞧这个,这这茶几是八宝温凉鸡,这壶是温凉宝壶。 我跟您说,那茶,漆里头三天也不带凉的,您怎么喝,怎么合适。 皇上可就愣了,这俩小孩他们家会有这样的宝贝。 孩儿啊,你说瞎话,没说瞎话,杠林,这壶可好了,那个喝着茶呀,不但欺聪它补凉,要是有毒,水忘了一哥,嘎嘎嘎嘎跟开锅似的,中不了毒。 这是宝贝,皇上老爷这都没使过,我们哥俩能使。 哎呀,你们这俩孩子从哪儿弄得到这宝贝呢? 皇上仔细一看这茶几儿,其实这茶几儿啊,也不太起眼儿,那皇上公众得有多少宝贝? 八角的一茶几儿,好像是个大竹筒子,战轻碧绿,当庄件好像镶着石头芯,这个八个角有八颗珍珠。 上边是风魔铜的茶盘,里边搁着酒浆瓷的茶杯,哎,这茶壶可有点欣喜。 套充筒子壶挺高,壶口粗细,高得有八九寸,也是个大竹筒子,新竹子也是战轻碧绿。 上边这壶盖呢,是竹筋拿的,壶嘴是细竹子往里一插。 就这么个茶几儿,这么个茶壶,这就是宝贝吗? 孩儿啊,宝贝从哪儿来的? 三爹呀,您要问我们跟您说实话,这个是外国给皇上进贡的宝贝,皇上没使着。 您瞧见没有,我们使着了,是跟索山他们家拿的。 皇上一听,上索山他们家拿的,孩儿啊,怎么拿的? 那您不知道啊,杠年,我们到索山他们家蹦进去,就给搬出来了。 好啊,你们上索山他们家偷东西,就不怕吃官司吗? 杠年,我们是小孩儿,你这根本捐进去,三天五天就给我们放出来了。 可索山,他可不敢跟我们要这两种宝贝啊。 他要跟我们要这两种宝贝,这索山吃不了,他得兜着走。 好啊! 感谢观看